在中国从事教育培训业的赞恩 在长期抑郁症的困扰下 视力严重下降 为此他在中国时 于2021年做了两次检查都没有改善 令他非常痛苦 后来他来到美国 不仅很快查出原因 也获得治疗 我到美国来了以后 因为我要考驾照嘛 考驾照DMV就要求我 验我的视力 验我的视力发现问题很严重 就要求我出示医生的证明 然后我一找专家一诊断 马上就找到原因了 现在做了手术 就是说恶化的状态已经得到控制 视力有所恢复 他表示 是Costco的验光师查出了他的视力问题 他一看了以后 他说你的眼睛可能是什么问题 他说你不仅你的右眼有问题 你的左眼可能也有问题 他说你一定要找眼科 视网膜专家检查 然后我就听从他的建议 找了一个视网膜专家 检查果然脸只眼睛都有问题 赞恩认为 如果没有来到美国 左眼视力也会开始下降 所以来到美国至少赚了一只眼睛 大陆的这个医院 简直是草间人命 我真的是非常难过 非常伤心 非常痛苦那几天 我没想到我的眼睛 我检查过两次都没有发现 在美国一个小小的 一个超市的眼睛的验光部门 他就判断出了 你的眼睛可能是什么问题 渐渐的经过医生治疗 他的视力开始恢复 逃过了失明的危机 在了解中共的暴政后 他也公开宣布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他表示 只有脱离中共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新唐人记者杨阳 徐秀慧 洛杉矶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